现在很多这个想选择创业养牛的朋友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一头牛一年可以产生多少利润 毕竟我们养牛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挣钱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和你说 这个一头牛一年可以产生多少利润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毕竟同行不同利 还有这个牛行情一直在变 这个思想成本也一直在变 现在和你说给你开始养牛 到你产生利润的时候 这个行情都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们新手应该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持续几年没有收入 还要不停的投资 我们可以坚持多少年 我们维持日常的开销 是否有后续的足够的资金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每天要面对 就是说拉草 扎草喂牛 还有就是出粪 整天面对这个枯燥发味的工作 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在养牛之前 对我们选择养牛以后的憧憬 都是美好的 但现实往往都是很残酷的 一些不被我们重视的日常琐事 往往成了我们养牛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 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入行 一旦选择咬着牙 也是